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队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出炼 跑步不辛苦 坐过山不辛苦 他楼梯不辛苦 刘翰也不辛苦 和他在一起 最辛苦 听到了现场有一些观众朋友发出了这个笑声啊 重体力劳动他都觉得不辛苦 这个他我猜大概就是指他的女朋友了 他的女朋友为什么让他觉得那么辛苦呢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军27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婚礼司役 女主人公小娃29岁同样来自湖北 来有请有请两位 每人手里的那口密码相双着一个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了解的秘密 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布给大家吗 我愿意 小王比小郡大两岁是吧 对 能算姐弟恋吗 算 那姐姐应该对弟弟照顾得很好 一般都是我照顾他 我跟他在一起 特别对 家里大事小事全部是我做 比如说做菜做饭是吧 我去买菜 我来做饭 然后他现在来着 他说我炒菜 炒菜用多长时间 五分钟 然后收藏 我去收 收藏的时候厨房里面像战场一样 我洗碗的时候 他叫我 亲爱的 我把衣服洗了 我一看 他就把洗机按了一下 我去晒 我去收 其余的都是我的 你就既然干了 就别抱怨了吧 那我不也洗了吗 那我跟你做了饭 你不吃 那我挺不高兴的 怎么办 你做了饭能吃吗 你不是没给盐 你就是给了一袋盐 你说这种饭能吃吗 还有他吃东西 盯着一个东西吃 比如说 他喜欢喝乌鸡汤 他就一个月 必须喝乌鸡汤 我到后面 我看见乌鸡汤 那我就喜欢喝这个汤 怎么办呢 日本料理是不是也吃了几个月的 你要吃是不是天天吃 你有估计到我的感受吗 我不喜欢吃烧烤 我还陪他吃烧烤呢 都不容易不容易 已经五年了是吧 对呀 我就不能说他知道吗 我今天过来 我就是想 让大家跟我评评点 我就不能说他 我说他 那你是个男人 让你就不敢让着我呀 说几件事 我们给你评评 一个比方 四个老师做的 他喜欢养小动物 养小狗 养鲸鱼 养小猫 你看谁养鲸鱼 可以把鲸鱼撑死 养猫 可以让猫 饿的是生鱼 养小狗 给小狗饿三天 一开门 小狗 离家出走了 一直没回 还不是怪你啊 你还说狗 你别提狗了 我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他说送我一只狗 我一直喜欢泰迪 他跟我送了一只小鹿犬 没毛的 可是我 我送鹿犬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可是我从认识你开始 我上网查了买鹿的 鹿犬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你听我说 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喜欢鹿犬 我过生日 你送了一只 你喜欢的东西 是我过 还是你过呀 我知道你喜欢泰迪 你喜欢金毛 问题 你这些狗 特别的容易被人带跑 你知道吗 我网上查了 你的旺性有多大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把钥匙 插在自己家门上 然后下班 你才注意 哎 我钥匙我没带 好 听明白了 他在门上 当你过生日 他把这样一只狗 送给你的时候 你有什么反应吗 是今天这个反应 当时就发脾气了呢 还是踏踏实实 过了这个生日 我当时没有发脾气 那不是没事了吗 我第二天发的 第二天发 他以后专门抓住 这个话题说 随便吵什么小架 他都拿这个出来 他平时对我特别凶 知道吧 我是女人嘛 我肯定希望男人呵护一点 我如果不笑着 对他说话 他认为我在吼他 我很多时候 我不敢直面地去 说他很多 是不是 说了之后 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 他的紧箍咒非常厉害 他会不停地说我 不停地埋怨我 比如说 那是因为你从来 你从来不听啊 你先听我说情谋 我让你喝酒 你非得喝 你让我说两句 行不行 比如说 他开车 我下车 我指挥他到 我都好好停停停 你慢一点 他说你闭嘴 你不准说 你不准说话 结果就帮他 撞了 我不是新手吗 我刚才叫这 你说我开的 我挺好的 对吧 就是我有时候 可能没点不注意 但是他就在旁边 像个复读机一样 红灯 遇到左转 左转 右转 他不停地说 不停地说 我觉得我可以 一个人 我明白 就是你嫌得蓄倒 是吧 特别啰嗦 对 你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 你随他闯就好了吗 让交警把他驾照吊销了 问题是他喘的时候 是我买的 我们要罚钱 扣谁的分 扣谁的分 我没分啊 你也被扣光了 我不会开车 你没有驾照的人 你指挥别人 所以讨厌了 你看 确实你看 你觉得这事儿不说了 他特别厉害 知道 我不能反对他 一点点意见 我工作完了 回家 要做饭 扫地 洗衣服 然后 我躺在床上 他玩游戏 他看见我过来了 你不陪我玩 我还要陪他玩 玩一样的游戏 就你不喜欢也得玩 yes 就不喜欢吃也得吃 不喜欢玩也得玩 对 我没有自己的选择 你多大个事儿啊 问题 长时间的累积下来 我要疯掉 知不知道 我特好奇的问一件事 就是你们恋爱五年了 是吧 按照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和思维的话 你们应该结婚 对吧 怎么没结婚呢 到现在 他老瞧我毛病 我才不想跟他接呢 我只是想让你改变一下 改变那么一点点就行 你希望他改变哪一点点 比如说跟我一起分担一点吗 就是希望他开始做家务 是吧 对 分担一点 还有别的吗 稍微的踩那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我的意见 好不好 他从来没有踩大过你的意见吗 踩那也是 吵架之后 而且他吵架之后 爱玩消失 长期消失48个小时 我打电话 就一般有规律的消失 就是一消失就48个小时 是吧 几乎都是48个小时 去哪了 去山拿了 你是不是洗两天 你在里面住了晚两天 是不是 那那你每次 你说话都是得理不让人 跟我吵架的时候 从来不懂得呵护我呀 不懂得去哄我开心呢 是不是我先低的头 是不是全部是我先低的头 可是你每次都是得我消失 把我找回来以后 才跟我低头 那你当时跟我吵架的时候 怎么不跟我低头呢 我低了头呀 你跟我低头 我就不会消失了呀 我低了头呀 那你们这五年 就这么吵吵闹闹的过来的吗 是的 今天来这个节目 是谁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你今天为什么跟他来呀 姑娘 他让我来呗 我是骗他来的 他证明他平时是对的 我说我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谁对 明白了 你对这个男生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就跟他待在五年 肯定有你喜欢的地儿嘛 你喜欢他什么 其实他新店还是比较善良的 比较细心嘛 他不好嘛 精英特别大 老吼我 这女生什么地方吸引你 说不出来呀 就离不开他是吧 离开他总记得 总想去找他 我怕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你担心他 就你还是爱他 因为他太傻了 知道吗 出门啊 忘钥匙呀 吊钱呀 什么呀 我听明白就是 你希望好好照顾他 那你好好照顾呗 你就别那么抱怨了呗 问题他可以改变 他故意不去改变 你要是不吼我的话 我就敢 我没有吼脸 我到今天为止 一直真的没听到他吼 他现在不敢吼 他吼人什么样 你给我学一说 他还装好人 其实我觉得他挺温柔的 他做不出你说那些事 他现在在装好了 一个说他是装的 一个说他是装的 究竟谁在装 生活里面是不是就这点事 就可以摧毁五年的这个感情 下一步他们应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几位老师的看法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感觉他真的蛮可怜的 你搞不定人家的婚礼 却搞不定自己的女友 你呢你看看 真的就像赵山老师说的 长得很温柔很漂亮 但实质呢野蛮女友一个 而且你的这种野蛮 是非常的过度 我们说撒娇是女性的本领 你呢是把女性 在我们男性当中的这一些特点 她能够成功地演化成缺点 而且我可以说 她今天真的怕你 她的那个冷汗 我近视眼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看明白了 你们男的都为男的说话 这个男女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你现在就是一个男的 不这么说话 我就是一个男的 我当然是个男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 你知道男人他最在乎什么吗 面子呗 对啊 你也懂啊 面子至尊 男人的面子有时候真的比玻璃还要脆弱 那我也要面子呀 到了大庭广众 没有给他面子的 不一定是你 你不要看你笑嘻嘻的 你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绝对的 但你要知道 好男人是夸出来的 不是骂出来的 等到一个男人认为 我在婚姻爱情的过程当中心累了 那么你的婚姻爱情 必定是亮起了红灯 小姑娘 真的给男人一点面子 男人可怜的 他是很爱你的 这毫无疑问 但你呢也有 喜欢管 管不又管不好 就像我学习 忍耐是好男人的表现 我在家里 你看外面 喉咙很小 在家里 我绝对是低三度的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 我想起了 我的表妹和我的妹夫 但是他俩现在已经离婚了 你们俩太像他们俩 我现在知道他们俩是什么样 就看到了你们两个人 十多年以后是什么样 那我今天在这儿要说的是 不要去改变对方 要知道改变自己 你在外面可以 声音很大 对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的老婆 温柔一点 他需要的就是这种呵护 其实我经常被他吼 听我说 你不要嘴巴那么快 你的心地可能不是这样 但你俩真的 你的嘴巴太厉害 干嘛要埋怨对方呢 改变一下自己 你自己改变了 那他也会去改变 温柔一点 没有什么坏处 你也不要那么厉害 那么好 不要总觉得他任性 他什么什么样 你孩子吧 我没有火的啊 我听你 真的没有火的 那人家说你火的 你可能要骗人 真的他蛮好的 不要把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 给气跑了 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对我蛮温柔 做什么事情 经常哄着我呀 然后经常给我激血 不是 几年了吧 你不要老想让他哄着你 你要学会爱他 关心他 照顾他 两个人的爱是相互的 其实他身上有很多优点 你身上也有很多优点 你也不要去改变他 你改变改变你自己 你在外面可以 声音很大 对自己的女朋友 自己的老婆 温柔一点 我倒想跟这个男生说的话 每一个犯公主病的女孩 边上一定有一个 溺爱狂的男人 五年了 基本上做了很多 我们都普通男人 男人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没有底线 你现在终于觉得 呀 我怎么这样 然后他怎么会对 对你这样 其实都是你造就 你是一点一滴地 把它培养成一个 离不开你的 然后喜欢对你有时候 会发一些狂的 这么一个女孩 这是你造就的 你要承担责任 五年了 你突然有一天说 你怎么能这样 你完全就是 不是我想象的 当初的你了 他其实会觉得很冤 他会觉得 我一直就是这样啊 你突然变心了 他会受不了的 所以 作为男人 自己做出的事情 自己来承受这个结果 你对他说 因为你这样 我要离开你 我要让你改 这是不可能的 要用方式 让自己改 怎么改呢 慢慢地 不要这么去怪 慢慢地去告诉他 哪些事情 如果你做到了这点 我心里会很开心 慢慢地让他知道 他能感受到的 你对他的好 你也希望感受到 否则 他一直以为 你是非常 甘心情愿的 如五年前的那样 完全不求回报的 这种爱 所以要改变他 先改变自己 让他能感受到 你的爱 同时又能 心甘情愿地 给你 你想要的 好吗 龙生九种 种种不同 每个女人选择 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个智慧 最近谈所谓的 公主与贤妻的 对比 最多的 大概就是 花儿与少年当中的 许晴和刘涛了 很多人 很反感许晴 说你凭什么 四十五岁了 你还天天犯公主病 我看了一篇专访 里面是这样说的 说许晴四十五岁 能够 漂亮这么几十年 让自己美丽 这是种本事 命运对他非常眷顾 他家庭出生条件很好 一些品牌 东西都靠自己的实力 去购买 这是他自己有 自食其力的能力 唯独 可能婚姻没有眷顾他 但是许晴说 我从来不缺爱情 我想说许晴 如果选择做一种 这样的公主的生活 他没有错 他不贪婪 他也不招摇 他靠自己 命运之神 就是把他照顾得这么好 他能保持到四十五岁 依然像少女那么美丽 依然那么简单 他有这个本事 所以他可以选择 做一个公主 而我们大部分人的 传统价值观 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说 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个月的皇后 和一辈子的操劳 我们喜欢的是贤妻 就是像刘涛那样的老婆 能干活 把家里收拾的 井井有条 能持家 等等等等 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但我想说的是 其实女人选择 做许晴这样的女人 或刘涛那样的女人 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要选择 适合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选择做公主 那样的女人 拜托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让自己重择 什么东西我都能 自己买得起 我有这样的实力 去享受 那我可以选择 做这样的人 如果我没有 这样的实力享受 我要结婚 我要生孩子 要过普通人的生活 像我们凡人一样 使点烟火 那就拜托你 不要有公主病 在普通家庭生活当中 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再怎么表面幸福 都是个花架子 所以就落点地 靠点儿 过平凡的生活 是母亲的时候 就做一个母亲的样子 照顾孩子 是一个妻子的时候 就像一个妻子一样 烧毁给做饭 是吧 偶尔心中有点小 尊重女性 我怎么没有尊重女性 你没有尊重我 我哪句话 没有尊重女性 你如果尊重女性的话 你就不会说什么 女人呀 靠男人养花 什么自己羞辱 丫头丫头 我猜一句 我知道我真的哪个角色 我问你 稍等一下 我问你 你都不了解 我们俩现在的状况 我问你 你说我有哪句话羞辱了 什么叫女人 什么靠男人 什么什么的 我说女人靠男人吗 我说女人 如果靠男人的尊宠过日子 怎么都是个花架子 我没有靠她的尊宠 我问你 很简单的 在生活当中一点 就像刚才所说的 吃乌鸡汤 夫妻在一起之间 每天在一起 很简单 无非是吃 住 行 穿 请问 三十天 就是你想吃的 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她爱跟我做 关你什么事 对 这不关我的事 那我问你 你今天要到这来干什么 来姑娘 我不想听她说话 她跟人这么沟通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 谁都有一个脾气 有一个火 咱都把她放下来 咱今天说她的问题 还是说你跟土脸的问题 要说跟你男朋友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吧 你觉得呢 好 这个 就提一个建议 如果生活里你这么较真的话 未来生活你会很吃苦 我都不说你跟她 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她不像 她那样啊 所以你的男朋友是 她不是她吗 接下来我就问你了啊 就是她这脾气 你还能瘦多久 你说句实话 你还能瘦多久 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两年 还是一辈子 咬着牙一辈子可以 你大声说 你大声说 我都咬着牙一辈子可以 姑娘你觉得就是 一个男人如果咬着牙 跟你一辈子 你愿意跟她一辈子吗 我没想让她咬着牙一辈子 不不 如果她的感觉是这样 两个人的情感当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顾及别人的感受 她的感受是在咬牙 你说她会快乐吗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 我个性也比较好强 大学毕业以后 她工作我也工作 我从来没有说 在家里被人养着什么什么的 我也不想当一个 围着老公转 围着厨房转 在家里当一个拖地 洗衣服的一个保姆 所以说我对生活方面的一些能力的话 可能就比较弱一点 然后我在外面工作的话 可能就是有时候受到一点压力 因为她对我最好嘛 可能就对她发泄的比较多一些 我承认她是把我关着了 因为她忍耐心要比我强 然后也比我要细心一些 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是 有一天她的忍耐心快到极限了 你要不要给她松一松 让她还能忍着你 我知道 我会学着去改 去改变 就是我的个性上面 我肯定会改 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要改变 我也希望她能够改变 她改不改变是她的事 你先说你改不改变 我 慢慢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只是想 让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 为我们的未来吧 我也会去改 我改到我尽量能 继续忍受你 或者是继续 我都愿意 希望你有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太累了 知道吗 我每天睡五六个小时 我黑眼圈 我白头发 可是 我也没有安全感 我不想我的将来 是在家里当一个保姆 围着厨房 围着灶台 围着老公 围着孩子 在家里洗衣脱地 做饭 我没让你去做 我没让你去做 先说我必须 好了 时间到了 心平静气的对话 时间就特短 来来来 换箱子 换箱子 好 谢谢你们两位 两位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有点小任性 有点小脾气 我们时间很短 没有办法去特别的去深究它 那我们至少知道 在这段情感当中 两个人都需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老师们也给了一些方式 这个最大的改变就是 为对方改变 为对方改变 其实是在改变自己 找一种让双方相处的 更舒服的模式 他们俩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呢 一起来数五个数 来 四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哎 真兄 你老气 好好的 你们在家里吵吵就得了 你们跑我们边裹什么乱呢 就没什么大事来秀一下另类恩爱是吧 不是 不是啊 我只想让他真的有一点点改变 他会变吗 他没说要变 你变吗 我 我会变吧 会改变是吧 来来来来 跟所有的老师说 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这就是第一个改变 来说 一个人连头都低不下去 如何改变呢 来 我觉得 嗯 老师呢 很多话说的大部分都是对的 但是我有自己的组件呢 我不可能不对的也不听 也要听呢 谁让你都听了 中国这个词汇很丰富的对吧 听有两种 听过耳边之风 听过入心之声 看哪种啊 对不对 好了 不说了 这能改吗 我希望你能够为爱做一些调整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那个戒指 来 穿穿走 你嫁给我 哎 别着急 先起来 着什么急啊 这是由杰利亚提供的一个精美的套装礼盒 希望你把它送给你最深爱的人 送它的时候 你可以在心里面代表你对它说 叫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生活 想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 2580元的擦窗 机器人窗宝 730一台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来 各位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亲爱的 加入了 不挺好的吗 好好说话 生活多快乐呀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请回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在别人的故事里 找自己需要的智慧 大概是这个节目收看 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地方 我还是那句话 学会独立的思考 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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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活多大多数